好的林森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 进行了长时间的视频会议 讨论华盛顿制定的阿富汗新军事战略的细节问题 卡尔扎伊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 星期二的会谈内容包括有关安全问题 军事进展 政治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的计划 奥巴马将在星期二晚间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阿富汗新战略 白宫发言人吉普斯星期一说 奥巴马将他的决定通知了国家安全小组 并下达了执行命令 预计奥巴马总统将增派大约三万名美国军人前往阿富汗 吉普斯说 奥巴马将阿富汗的局势视为一个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 并一直与盟友进行密切的磋商 吉普斯一再强调 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承诺不是无限期的 他说 美国的主要目标是训练阿富汗军队 使其能够承担起维护本国安全的责任